社会大众 特别是修佛的 对于经教 真正是疏忽 都知道这个是好东西 没有人认真去学习 有学习的 路走偏差了 把它当作一种学问的研究 读走这个路 游出家的朋友 到日本佛教大学 去学习 毕业了 拿到一个 学识学位回来 那么他讲的东西是学书 不是学书 与我们日常生活没关系 而且学书里面 对于佛法的时候 甚至于还有批评 这是大不尽 那他看我们呢 看我们是迷信 我们看他 他对佛法 对于经教 没有恭敬心 大不尽 他看我们是迷信 他看我们是迷信 这是那个时候的状况 我们这个迷信 迷了六十多年了 没赶过来 我们虽然迷个庙都没有 但是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对佛法 甚至是对宗教 对国家 对社会 乃至于对整个世界 我们是用佛法 用中国传统文化 做出了贡献 那么现在大家 对我看法就不一样了 都认为我走的路是最正确的 他们要想追 他们要想追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希望 底下年轻这一代 要看清楚 一定要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要经得起挫折 要经得起苦难 磨难 你才会有成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